带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西安城墙灯会即将在美国纽约举办 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国年味 新年一时西安街头一派喜庆 大型实景演出 主题音乐会 花车巡游等活动 拉开了2019西安年活动的帷幕 两百余项主题活动将持续至春节后 其中西安城墙灯会把年味搬到了美国纽约 这场集合中国传统文化陕西特色元素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的展演 为海外观众献上独特的中国年味 观众运用手机就可以通过AR技术目睹中国国内城墙灯会的热闹场面 青岛的夜景已经成为网红 许多游客从外地赶来 就为了欣赏青岛的灯光秀 以启航2019为主题 以蓝色为主色调的灯光秀 场面炫目多彩 走运大会则是浙江杭州市民祈福的独特形式 上千人沿着悠悠古运河建走 沿途欣赏青岛大运河美景 与往年相比 新增的水上走运线路成为今年的新亮点 水上去成线路从运河天地上船 船程约半小时 乘着古色古香的草坊 这一新的走运形式成为独特风景 另外 还有武术 大古 武师等中国传统文化表演